那个枯树它的树根还是在地面嘛 所以它一直渗透 树根一直长一直长 长到地面上来 继续还可能再一直渗透到地下去 the bad tree loaded 那这个枯树已经死掉的树呢 就loaded腐烂掉 more and more 就越来越腐烂越来越腐烂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more and more 越来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腐烂的程度 好 那这边讲腐烂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老师补中一个语法 那形容词三级变化 这个more 它的原级是meaning 很多much 很多 这是可数 这不可数 它的比较级就more 最高级就most 如果很少 little 它的比较级就less 它的最高级就list 这是基本的观念 我们要懂 那我们看例子 the amount amount是量 数量 of trash trash是垃圾 这个垃圾的数量 increases increases就是一直在增加 more and more 就增加越来越多 就增加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增加的意思 这就表示程度上的意思增加more 这个more 这个more是much变过来的 不是many 因为trash 垃圾不可数 所以这是much形成的more and more 第二个例子 food食物 给谁的食物 food homeless home是家 less是没有 没有家的那些人 叫什么 游民 给游民的食物啊 动词这边变得less and less 越来越少了 食物也是不可数 所以这个less and less 就是little变过来的 越来越少 它的比较急就用less and less 这样 这是很少 这是越来越少 这是最少了list 好 这个是额外 跟同学做一个补充more and more的含义 再来 but the new plant 但是这个新的树木 生长出来了 the loading tree 这个一直在腐烂的这个树呢 was its food 就是这个新生长树木的食物 这个注意啊 its就是它的 谁的 新的植物的食物 就是那个哭烂的 哭死的那个树 它变成新的植物 生长出来 那个新植物的一个养分 变成它的食物了 the new plant 新的植物呢 就rich延伸 往上延伸 生长 对着阳光来生长出去 就叫rich for the sun 对着阳光生长 那就会很快的 有阳光 有 有雾气 有雨水 哇 空气又新鲜 当然很快 就长得快了 那it grew 长得 tour 很高 and strong 长得又高 又壮 瞬 很快的 第二 was 第二 was 就是有 又有 另外一棵树了 有另外一棵新树又长出来了 in the forest 在森林中又有一棵新的树木长出来了 这个就是枯树 这个虫生 要透过其他树木的种子 好 那另外呢 有一个单字啊 很难传 老师就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这边有wain through 就穿越 穿透 这是thew 有一个r 穿越 穿透 另外一个没有r的 就是念 thew thew 虽然 那think的过去是 think thought thought 这是想的意思 thew 穿越 thew 虽然 thought 想 这三个字要小心哦 给它背起来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也常常写错 所以现在我知道这个痛苦在这里 好了 我们第二段也给它很快的朗读一遍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慢慢的练习 A new plant grew from the seed and reached for the sun it grew tall and strong soon there was another tree in the forest 好 哭树 重生 老师就全部讲解 完毕